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8月25號 星期五 這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核能專家披露日本核廢水的真相 賬號被封 蔡英文訪問非洲為一幫交國 美國發起對臺軍售 令中共跳腳 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 AI技術對女性 亞裔 白領工作的衝擊更大 來看詳細內容 24號 日本啟動排放核處理水入海 引發了中國民眾的恐慌 旅居在荷蘭的中國核能專家李建盲 在微博發文指出 福島排放的核廢水不值得擔憂 不到三個小時就遭到山文和封號 中國海鮮業也遭到重創 中南山代言的防核輻射的藥物 被質疑再割韭菜 李建盲在微博發文指出 福島廢水 除了把川以外的放射性物質過濾出去了 它目前儲存的全部川當量 是不足900泰北克 按照30年等量排放 每年排入大海的當量是不到30泰北克 世界上每年川排放量最大的是法國的 拉阿閣區核廢料處理基地 每年向英吉利海峽排放的川當量是11,400泰北克 比福島排放量大了近400倍 中共國家核安全局設定的排放上限 比福島排放標準高8倍 所以福島川的年排放總量不值得擔憂 李建盲還指出 日本飲用水國家安全標準是6萬倍克 福島廢水要稀釋到日本飲用水的 四十分之一再向大海排放 人們可以不信任日本人 但是要信任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 成員裡面就包括了一名中國專家 和一名韓國專家 這兩個國家的專家 是絕對不會允許日本政府 蒙混過關的搞任何的欺騙 在排放之前 國際原子能總署已經從廢水中取樣 送往了各個國家的實驗室進行獨立測試 測試結果就放在了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官網上 不放心的觀眾也可以去查看閱讀 之前有媒體報導過 中共駐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 國際原子能機構副總幹事劉華簽了字 同意日本排放經過處理的核廢水 李建盲發文之後 迅速獲得了200萬人測的閱讀 1.2萬人的按讚 但不到3個小時就因為被投訴違規 遭到了刪文和封號 許多大陸的網友感嘆 現在是只講立場不講科學 不讓人講真話 還有一些粉紅說李建盲是漢奸 這次日本核排放問題 只有國外的專家發聲 而國內的病毒專家集體沉默 不過有一位所謂的中國專家說 發現了64種放射性元素 但目前全人類發現的也只有15種 25號網易新聞就核廢水發表所謂的不當言論 賬號被封 裡面寫道 建於鄰國排放核污水 我們應該早做準備 建議躺平 不昏不生 結果因為論點與中共想炒作的方向不一致 賬號慘遭封鎖出力 日本駐華大使館為了反擊中共的批評 詳細列出了中國四座核電廠每年的川排放量 說與福島計劃排放的川含量相比 則高達4.1到6.5倍 有網友還翻出了中國東南沿海有20多個核電站 譏諷道 中國一群天天吸著霧霾的人 在官方宣傳的鼓噪下 突然號稱要保護地球和海洋 這是多麼荒誕的一幕戲劇啊 在大連海滨浴場內 更是白天公然排污水 卻沒有任何的抗議聲 網友說 不合法變成習以為常了 24號 彭博社的記者提問 朝鮮半島和俄羅斯周邊海域 也會受到核廢水的影響 中國是否考慮禁止進口這些國家的海產品 結果外交部的發言人沒有直接回應 網上還流傳著食用點鹽可以抗輻射的說法 於是疫情之後期待已久的報復性消費就出現了 香港食安中心表示 過量的攝入點和鈉反而會危害身體的健康 食用過多的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 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超市的銷售人員提到 平常食用的食鹽都是井鹽而不是海鹽 鹽業協會執行理事長王小青也表示 食鹽的生產佔比 海鹽佔22% 井礦鹽61% 胡鹽17% 而廣東省主要海鹽經檢測結果顯示安全 呼籲沒有必要屯鹽 有人評論說 底層忙著譴責 搶鹽抗議不吃海鮮 精英忙著處理財產辦理簽證護照來日本吃海鮮 還有的人說今天好熱鬧 吃地溝油和添加劑的在操心吃海鮮的安全 有人則總結道 有那麼一批人他們害怕核污染抵制日本排放核廢水 同樣還是這批人他們同情俄羅斯支持他們使用核武器 網路的截評顯示 鍾南山在推薦各種防核藥物 網友說 又出來幫他的主子圈錢了割韭菜了 臺灣總統辦公室25號表示 蔡英文將於下個月訪問臺灣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國 斯威士蘭 以鞏固雙邊的關係 臺灣總統府發言人林玉禪表示 蔡英文將於9月5號啟程前往斯威士蘭 並在訪問期間參加慶祝這個非洲國家的獨立日 和斯威士蘭三世國王生日的活動 在9月8號返回臺灣之前 她將與國王會晤 並參觀當地的醫院和臺灣贊助的項目 值得關注的是 自蔡英文2016年上臺以來 中共已經挖走了臺灣的9個邦交國 斯威士蘭是目前正式承認 臺灣不是中國的13個國家之一 不過就在臺灣25號宣布 蔡英文將出訪後不到3個小時 臺灣國防部就發現了22架中共戰鬥機 侵入臺灣島周圍 當天上午也有兩架共軍的轟漏戰機 出現在沖繩和宮古島之間 日本當局緊急派出噴射戰鬥機升空監控 對於中共軍機長期在臺海周圍的挑釁 臺灣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 對希望之聲表示 其實中共22架次軍機突然出現在臺灣的周邊 並不是針對蔡英文總統即將到非洲邦交國的出訪 而是針對美國拜登政府前一天宣布了 第11次的對臺軍售 以這種行為模式來表達外交上的不滿 蘇紫雲表示 從去年8月裴洛西訪問臺灣到今年8月 有四次針對性的軍事行動 蔡英文今年4月跟麥卡錫會面的時候 就是聯合力艦是比較正規的軍事演習 然後8月19號針對賴清德訪問 針對中共各種大大小小的軍演 蘇紫雲表示 其實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 他說 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赦委員會主席 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 在接受《大紀元時報》訪問時提出警告說 中國醞釀已久的經濟風暴危機即將到來 可能會加快習近平在短期內變得尤為激進 加大了武力侵略臺灣的風險 加拉格爾還強調說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日益敵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 它在短期內威脅發動戰爭 在長期內威脅主宰世界 這就是我們的對手 他還說 現在是摘下金色眼罩的時候了 蘇紫雲表示 中共對於全世界的威脅 包括軍事擴張主義 外交脅迫 經濟脅迫等等 這些都是用來輸出它的威權主義 主流的民主國家現在也都很清楚 要先擋住中共的軍事擴張 他進一步談到 很多人批評美國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軟弱 蘇紫雲的看法是 不覺得拜登軟他是一個韌性 也就是很強硬的話 太過剛硬的話 其實會有立刻效果 太軟的話就是一昧的退讓 一定會有反效果 相對的他這一種就是比較有韌性的 就總體性的行動 包括軍事圍堵 科技圍堵 還有外交的圍堵 我覺得這才是最有力量的 拜登這種韌性 就是擴大民主經濟的合作 讓中共不會再獲得更大的資源 去幫助他軍事的發展 蘇紫雲認為 無論中共如何軍演 臺灣最重要的是 要準備好自己的防衛能力 這才是真正的核心 也才真正有實力可以去維護和平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斐真的採訪報導 皮尤研究中心在收集了海量的信息之後指出 全社會的工作都會受到AI的衝擊 其中女性 亞裔 受過大學教育 和收入較高的打工人 受到AI的影響會更大 最近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 針對所有行業可能受到AI影響的崗位 做了一個全面的調查 採訪了1104名美國成年人 配上來源於美國勞工部職業信息網絡中 873種職業的41項基本工作活動的海量數據 得出了一份AI技術 對社會全行業的影響報告 調查數據顯示 全美國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 從事著將會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高風險工作 其中女性 亞裔 受過大學教育 和收入較高的打工人 受到AI的影響會更大 受到AI影響的工作當中 女性比例佔21% 高於男性的17% 24%的亞裔和20%的白人工人 比15%的黑人 和13%的西班牙裔工人 受到的影響更多 而且擁有學術學位的人 被人工智能增強或取代的可能性 是那些沒有大學學位的人的兩倍多 而受人工智能影響最大的工作 往往是需要分析思維的高薪工作 這些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維、寫作、科學和數學 例如分析師、稅務專業人士、技術作家、網絡開發人員等工作 將處於人工智能的高度影響當中 但理髮師和消防員這些傳統職業的受影響程度較低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受到AI影響的人 卻不是很擔心AI會損害自己的工作競爭力 在調查當中總共有16%的美國成年人表示 他們認為在未來的20年內 AI對他們個人的幫助會多於傷害 而有15%的人認為AI會帶來更多的傷害 但不同行業的工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明顯不同 觀眾朋友 您認為未來AI技術的發展會帶來更多的幫助還是傷害呢? 請把您的看法寫在評論區 25日 美國軍方與智庫相繼證實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 烏克蘭軍隊已經正式突破了俄軍 在扎波羅熱南部前線部署的第一道防線 在幾個月的時間裡 俄國準備了三條號稱龍牙防線的區域抵擋烏軍的進攻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表示 截至到8月24日下午2點 烏克蘭軍方在波羅泰尼地區 逼近俄國的第二道防線 對此俄國的著名軍事博主感到擔憂 表示這是戰場上的關鍵時刻 然而俄軍在前線的軍力仍然捉襟見肘 烏克蘭南方作戰司令部發言人 湖美紐克上位報告說 俄軍正在從赫爾松州向扎波羅熱州前線 進行額外的橫向重新部署 這表明烏軍已經進一步削弱了俄方 在這個地區的防線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表示 烏克蘭軍方已經突破了首條防線 正在向戰略重鎮 托克馬克方向擴大進攻 還有一些俄軍的知情博主表示 烏克蘭正在使用飛機掩護前進的步兵 並在馬拉托克馬奇卡地區投放了額外的彈藥 俄國希望堅守這個區域一個半月 以試圖獲得前線其他地區的進展 在25日 前美軍將領和中情局局長 彼得·雷烏斯將軍表示 烏克蘭的艱苦反攻遠遠沒有結束 他認為 如果基辅能施加足夠的壓力 俄國的防線可能會在某一時刻突然崩潰 彼得·雷烏斯說 他有資格保持謹慎樂觀 目前烏克蘭需要保持耐心 面對俄軍由雷區、戰壕和反坦克龍牙組成的 綿延600英里的三條前線 就連美國軍隊也會覺得有些棘手 他表示 美國唯一一次遇到類似情況是在伊拉克 但是當時美國在空軍方面擁有巨大的優勢 已有大量的人員、重型裝甲和破壞裝置 在設備不如美軍充裕的情況下 烏克蘭軍方的適應能力非常出色 烏克蘭正在向對手施加壓力 直到俄軍出現問題 然後他們將投入預備隊並發動進攻 據多份報導顯示 現在烏克蘭當局似乎正在轉向使用大炮來攻擊俄軍 然後步行穿過防線區域 阿根廷加入金磚國家的決定 在國內面臨著強烈反對 該國的兩位主要總統候選人 都對這個決定做出了批評 其中的一位候選人宣布 將把阿根廷完全從金磚國家當中拉出來 與這個聯盟撇清關係 競選領先的候選人哈維爾·米雷在被問到對金磚峰會的看法時表示 他的政府只會與捍衛自由、和平、民主與自由貿易的國家建立關係 金磚峰會裡的有些國家並不遵循這些路線 他24日告訴記者 不過私營部門將可以和金磚成員國自由貿易 來自親市場反對派聯盟的候選人布爾·里奇的態度更為強硬 他說 在我的政府領導下的阿根廷不會加入金磚國家 他在一次演講中表示 現總統在俄國入侵烏克蘭期間 承諾和伊朗一起加入金磚集團 這讓阿根廷處於巨大的弱點之中 金磚國家領導人在約翰內斯堡峰會結束時宣布 沙特阿拉伯、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亞和阿聯酋 將於2024年1月1日與阿根廷一起加入金磚國家集團 推動擴大金磚國家集團的全球影響力 在這之前 阿根廷的總統費爾·南德斯 是巴西領導人的親密盟友 去年的加入決定 也是在巴西總統盧拉的推薦下進行的 盧拉在約翰內斯堡發表講話時表示 無論是誰贏得10月22日的阿根廷總統選舉 巴西都將與新總統進行談判 他還表示 阿根廷的新總統可能不想與巴西談判 這是他的主權 不過與阿根廷的關係 對巴西和南美洲來說非常重要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明天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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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節目